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只有三千万 一千万 我们只有六亿两千万的市场 我们的人 我们的货物就可以进入这六亿两千万的市场 这个TPPA 我们十二个国家八亿的人口 现在很多人说 特朗普中贤 投封的 他会把这个TPPA撤销 其实 他可能会撤销 可是呢 他并不等于自由贸易的方向是绝对正确的 就好像比如说 你说婚姻是好还是不好 婚姻肯定是好的 不过在结婚的过程也有人离婚 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有人离婚 我就不结婚了 婚姻基本上是对的 而这个自由贸易也是对的 所以将来如果说这个特朗普决定 他不要这个自由贸易 大家注意 并不等于这个自由贸易是正确的 目前全世界有六百多项的自由贸易 有四百多项已经签署了 将来全世界呢 他将会在这个自由贸易 这六百多项呢 毫无为一 有四百多项的自由贸易 有四百多项的自由贸易